歡迎大家收看 管教尿貓 我們要講我們這邊的尿貓的話 第一名就一定是柚子 然後第二名可能是 嚕嚕跟婉長 並嫁齊去 然後尿尿應該也是很多養貓人家 都會遇到的 人生最大的困難 所以你遇到貓尿尿 你就會人生 愛人失色 很崩潰 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 煩惱的課題 然後應該也有在 阿瑪頻道那邊有看到 就是柚子已經 進去我們那個臥室 然後以前不讓他去嘛 現在進去 都沒有被尿 當然我們有做了一番的努力 那在努力之前 我們也有先找了一位行為醫師 我們現在到了那個 杜馬動物醫院 跟林子瑄的醫院 需要先預先預約了 可是隨便來就可以進來 杜馬 他是台灣第一位獲得 國際動物行為諮詢協會認證的 專業貓咪行為諮詢醫師 對 沒錯 對我們去找他 諮詢貓咪的行為問題 醫生他怎麼諮詢 怎麼幫助我們 然後中間我們做了哪些細節 對 那有些細節 要講起來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會分成不同級 然後來介紹給大家 他今天最主要的 先講柚子的問題 問診的過程 一開始他就是要求我們 就是把所有貓咪的背景都 就是他怎麼來的啊 他是男生女生 他跟誰的關係是什麼樣子 好 舊子來的時候是小貓 是 大概是三個月 是三十個月大 然後我們還有把那個 我們家裡的區域 用畫圖的方式讓他了解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你們現在目前的環境的情況 因為我們可以從現在環境 你們得到一些經驗 避免在未來裡面重新發生 然後貓砂盆 然後你們的家具用品的話 也可以簡單化一下 對 柚子有在這邊尿過 因為他就是 平常不會進去 然後他有一次進去之後 他就在那邊趁機就把他尿一下 這個整個家的這個配置圖上面的 標記 哪些貓咪喜歡在那邊 然後哪些貓咪曾經在哪裡尿過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畫了很久 然後我們都尿尿的地方是 這個柚子呢 我們就會說到處啊 全部都會 貓砂盆 貓砂的種類 因為你的貓如果不喜歡那個貓砂 他很有可能會亂尿 因為我們也聽過 有人他 因為怕家裡髒 就是不想用礦砂 所以用木靴砂 或是用紫砂 然後有些一開始可能會用 可是久了之後可能是 受潮 或是 木靴砂踩起來會有痛 他就不想用 他就因得亂尿 然後第二個是貓砂盆的種類 貓砂盆的大小 他好不好進去 還有貓砂盆的清潔度 他的砂夠不夠多 夠不夠厚 然後 你有沒有常常在親貓砂 然後貓砂盆還有一個很重要是 上起來是方便的 然後他又不是在那種 不隱密的地方 那當時 林靈師他有做一個結論是 幼稚他應該亂尿尿的原因 主要還是因為在 標記地盤的這件事情 他想要佔地盤 多貓家庭裡面會有一個 資源分配的問題 譬如說以前我們的客廳呢是 所有資源聚集地 他說可以看落地窗 看鳥啊 看窗外 然後在那邊有很多食物啊 有老沙 然後又有人啊 大家都想要霸站在那邊 那可是大家霸站在那邊的話 譬如說貓窩不夠 或者是躲藏的地方不夠 當他如果有時候 也辦法逃 或者是 有直接產生出 紛爭的時候 就有可能導致 其中有一些貓咪 情緒不穩 然後來亂尿尿 幼稚有一個很明顯的狀態是 他以前 房間不能進去嘛 對 他以前很想要進我的房間 可是他要進去的時候 都會被我阻止 所以他就有很多次的狀況是 我打開門的那個瞬間 幼稚就衝進來 然後衝進來他就很著急 以前不是有看到那個晃嗎 對 他就到處衝來衝去 他就是衝到一個角落 然後瞬間就噴尿 然後就跑走這樣子 對 然後整個事情經過不超過五秒 對 醫生就說 這是因為就是 他平常對那個地方就非常好奇 那他知道他進去的時間非常有限 他就想要在那個很短暫的時間 能夠留下什麼他的味道 他想要霸站 最直接的方式當然就是 所以我們這次呢 就讓他呢就是 一開始就可以到處走 對 再讓他到處走 其實我們還是有做了很多訓練跟配置 第一個重點是 只要被尿的地方 一定要清乾淨 一般的清潔劑把它去除掉之後 你有可能只是把尿給去除掉 你有可能只是把尿味給去除掉 可是尿衣標記是另外一個氣味分子 他把那個地方自己掛上了廁所的門牌 所以有沒有其他的貓會乾淨做這件事 就有很大的可能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有介紹我們 好像有兩款是兩個牌子的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 自然奇蹟 它叫做自然奇蹟 對 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他有貓用了 然後就是分解那個效果 我們先說 這個不是業配 這真的是醫生推薦 真的是醫生推薦的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噴 就是全部清除完之後 然後把它噴在上面 然後讓它靜置一下 然後讓它乾掉之後把它擦掉 擦掉之後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還會再噴這個 就是這個 這種費洛蒙 就是大家都買得到的費洛蒙 然後就是 像這種就是插電的 像插電箱那種 然後這種是用噴劑的 其實是一樣的內容 然後你就再把它噴起來 那 可是費洛蒙 因為它有分很多種 我們之後也會再介紹 因為費洛蒙有分什麼 F3 F3 F4 它有不同的功能 對對對 對 那就是做了 這 完整的這些 才有辦法真的把那些貓尿去除 除了以上講的這些點呢 要一起來做之外 我們還要再搭配一些訓練 那醫生有教我們一個 毯子訓練法 這件事情還沒做完喔 你只是把它標記去除掉 嗯 雖然有一部分的貓 就說 這裡不是上廁所的地方 因為廁所的牌子被拆了 那他就磨磨鼻子跑 就找貓沙的尿尿 這是有可能 但是其實有一大部分的貓 一大部分 有可能招牌子被拆了 這裡還是廁所 所以我在這邊重新尿 尿尿泡 來附你槍 然後我自己把牌子給盯回去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透過所謂的訓練方式 然後扭轉對於當地 該地區的想法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貓絕對不會在這裡 吃喝玩那個遊戲區 去暈尿尿 他只要接觸到那個毯子 馬上咔咔一聲 是不是會有獎勵品 丟在那個毯子上面 然後我呢 就是信本 回到家裡 你也可以把毯子拿起來 擺到別的地方 進行第二次 第三次 你可能說 前面的三天到五天 你記得 都是集中在沙發這個地點 他已經奇怪在沙發上面的毯子 上面吃東西 年代的時候 這隻貓大幅接著 在沙發上亂吊吊的情況 醫生的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毯子 放在你想要訓練的地方 那像譬如說在這個位置 那柚子就可能在這邊上面 做 一般訓練 比如說拿這個到這邊啊 做訓練 然後或者是拿到門口啊 或是放在椅子上 甚至是床上啊 你要讓他覺得這件事情 是好的 就是只要有這個東西 都是好的 他才會喜歡這個地方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在環境上面 也有很多可以做的 休息的空間 吃飯的空間 包括上廁所的空間 大家都畫不出來 你說個別美知的嗎 還是 我們人不用幫他標記好 誰是誰用哪一個 沒有 但是我們先一開始 做好一些不同的規劃 那些貓自己會去挑 你要記得 貓是不共產的動物 很多人會有錯誤的觀念 就是 或是迷思 認為貓群一起吃飯 感情會融洽 事實上 大家都做過 又想要動畫 才知道 根本就不是這位自己 要嘛搶食 要嘛固食 只要嘛 就吃很快就躲出來了 你要記得 貓吃飯的地點 跟他的上廁所地點一樣 跟他躲藏地點一樣 是各自分身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像我前面講老木貓 他們在比較高的地方吃飯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看到底下的動靜 這一種 貓在上面吃飯 我這邊有一個吃飯的晚盤 也只有上不來 根本就上不來 很好防守 而且貓在上面吃飯 他看到底下的動靜 所以你們在家裡面 我剛剛前面講的躲藏空間 你不見得要用紙巷 你不見得要買很貴的貓的裝潢 那種東西 不需要 你用家裡面 日常生活有的東西 比如說毛巾 我剛剛跟你講 毛巾貼在 貼在那個 櫃子這一邊 垂掛起來 裡面是不是一個躲藏空間 裡面只要放毛毯就好了 對不對 對 像那種一般的四腳椅 圓燈那一種 我用一個大毛毯來一鋪 底下放著桌墊 是不是又是一個躲藏空間 躲避空間這樣子 因為我希望你們這樣空間是多 他如果在那邊被打擾 他至少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地方 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別的地方 這一點比較重要 在多麼家庭是比較重要的 對 那我們也還在努力中 因為我們現在是實習在做 不過 的確現在 就是這一兩個月來啊 其實是 有進步非常多人 對 那最後還有一個要分享 就是說 醫生有講 就是當你在做這些努力的同時 你也不要忘了記錄一下 他們的尿尿狀況有沒有減緩 譬如說 今天2月15號 對 柚子又亂尿尿兩次在外面 就畫了兩個政治記號 未來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後 持續觀察跟記錄 我看政治記號就知道了 真的有數據嗎 未來變成一個禮拜 才被花拉筆 或者是兩個禮拜 才畫到那一筆 但還在亂尿尿 我只會跟你講一句話 恭喜 你原本在做什麼事情 持續下去就對了 因為貓的行為 你要記得 不可能我們彈個手指頭 明天不再做 你要改變一個行為 我們要看看是 我們有沒有提供給他一個 正確的環境跟管道 比如我是觀察員的話 就是我要記錄 我這一個月來 我觀察到的次數 對 我這一個月來看到晚堂 尿了三次 我就記錄三次 那到下一個月 一樣是由我這個角度 然後再來觀察晚堂 這一個月有沒有記錄 不能譬如說 誒 志明跟我說 誒 我看到晚堂有廟 我就自己這邊加email 是要以我為主這樣子 那像我們現在就是 大家感受到的都是減少 所以醫生就說 恭喜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要繼續做下去 好就是也是這次 謝謝林子軒醫師 幫我們做了這麼多詳細的分析 對 然後跟解釋 對 然後其他還有講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是會分成之後幾集 在依序分別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有一些幫助 如果你家也有尿貓的話 對 希望可以好好的制製你家的尿貓 好 那我們 下次直接見囉 好 拜拜